缺少夫妻生活的婚姻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在评论区看到过这样一条留言 天天在一起拒绝四年了 已经无所谓了 我才三十岁 后来想明白了一辈子就那么短 如果遇见情投意合两情相悦的 也不妨试试 我们在咨询当中也发现 夫妻俩没有夫妻生活的话 关系早晚会出问题 我有一个男性客户跟我说 说我找老婆要 他死活就是不给 还不允许我在外面干嘛 他这样还不如让我出家 我结婚干嘛 我找媳妇干嘛 我还有一个客户呢 说他当年跟朋友说 虽然他们没有夫妻生活 但是呢 他老公绝对不可能在外面干嘛干嘛的 他就是那种不想要的人 结果三年不到 他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电视剧婚姻料理当中 有一句台词啊 大概是说 没有性爱的婚姻是死的 我看到大批的网友在这下面留言说 对我的婚姻就是死的 我才25岁 我的婚姻已经宣告死亡了 我还曾经看到过一个热门的提问 问有多少人可以坚持十年无性婚姻 有一个女网友回答说 反正我是一个月都受不了 夫妻之间没有那事 那结婚干嘛 我老公要是不做直接下岗德了 还有人说一个男人如果爱你只要不是病理性原因 就会情不自禁想碰你 心理学家叫斯康伯格 他的爱情三交理论当中也一直在用专业的方式在说 爱情由三个部分组成 激情亲密承诺 完美的爱情也可以称之为完美的婚姻 这三部分缺一不可 如果一对夫妻彼此对对方都没有了强烈的意愿 不想碰他了 也不想让他碰自己了 那这样的婚姻一定是无法亲密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经常提到说 性是一种夫妻的粘合剂 它会让夫妻俩更加亲近 这种事情是任何关系替代不了的 所以如果你们夫妻也长时间没有生活 那你一定不能再放任不管了 你要记住 哪怕你们夫妻生活少也一定要有 而且定期的拥抱赞美牵手逛逛 说一些贴心的甜蜜的关心的话 才能让你们两个人亲密无间